画布的呈现是作者生命力的原创及发挥 从布局到构图 那么从色调到光泽呢 它的巧妙的运用 可以说是呈现它创作中的一种力量 乃至于衍生那份所谓想象的空间 画里面斑波成就的门楣 青花的门扁 衣筐凹凸露的是那厘经寒暑的年头 腐蚀了的门角更是家门的渊源 唯一仍然坚持毅力的 是那排病头而卧的门槛红砖 在春节前夕 在除旧不兴的习俗之下 原来斑波也是可以清洗的 换上了崭新的春帘 年节的喜气装点了门的妩媚 门绳也换上了新装 在左称门整 右称护卫的年头 换上了情书宝 与御池敬德 是家门平安的守护神也好 是范谢将军站两旁的威武神也罢 中国的历史是这么的写着 中国人的平安也是如此交替着 只是希望着来年有个好年头 欢迎各位收看今晚为您安排的 今宵花月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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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淚 沒人知道 誰在常有 遠處輕輕傳來 想念你的 想念你的 我愛唱的那一首歌 白色的毛衣 遺留在身邊 白色的毛衣 遺留在身邊 誰傳來暗箱 只剩一條墜 我在流淚 我在流淚 沒人知道我 誰在常有 喔 喔 誰在常有 誰在常有 遠處輕輕傳來 上的你的 上的你的 我愛唱的那一首歌 靜默衣食 風雨滴 彆的頭子 路上漆漆水著水底 銀門的米 青春藍年 不知糊結 會領導引起 啊 漂流伴地 感濁也無所悟名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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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